如意让伺候的人退出房内 只留下自己与莲芯二人 莲芯说 说着莲芯撩开自己的衣袖 如意看到莲芯的胳膊满是伤痕 莲芯说王秦不止打自己 还咬她 拿针扎她 王秦需要的只是一个白天给她体面 晚上任她折辱的女人 莲芯无法忍受 这才选择制造失足落水的假象 如意说自己可以帮助莲芯脱离古海 只是目前还需等待时机 皇帝很重视玲瑰人的龙胎 对她十分照顾 内务府为即将出世的龙翼 已定了名字供皇上挑选 内务府为阿哥拟定了三个名字 永成 永熙 于永玉 公主为静盈 井妇 皇上让如意帮忙挑选 如意称自己认为永熙这个名字极好 而公主两个名字都很适合 皇帝也表示同意 此时太监前来禀报 说玲瑰人她一起互动大概是要生了 皇上与如意赶到永和宫 听到玲瑰人叫声十分凄厉 皇后也赶到了玲瑰人宫中 外面天气寒冷 皇上皇后与如意三人到偏殿等待 皇上让王亲把小阿哥抱来 王亲抱来小阿哥后却微微索索 不敢向前 皇上坚持要看看小阿哥 掀开墙堡之后 众人都十分震惊 皇上站立不稳 险些摔倒 皇后吩咐王亲 宣称玲瑰人生下的是一个死胎 立刻葬了去 不要让他人知晓 皇上让皇后和如意去看望玲瑰人 自己被搀扶着走出了偏殿 皇亲抱着小阿哥走出远后宫 迎面撞到赶来看望的贵妃 皇亲告诉贵妃 玲瑰人诞下死胎 贵妃受到惊吓 连忙回宫 玲瑰人不见自己的孩子 十分悲痛 如意告诉他孩子已经去世 玲瑰人不敢相信 询问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 皇后告诉他是一个小阿哥 还嘱咐他不要过于伤心 已经吩咐了安华殿的师父 送经超度 太后知道玲瑰人的孩子去世 感慨玲瑰人无福 太后请皇帝来到宫中 劝导皇帝不要过于难过 孩子还会再有 玲瑰人没了孩子十分难过 半个月内不仅皇上没来 他人也没来看望 玲瑰人感慨自己 已被困在了永和宫 宫女俗云提醒他 不如自己想想办法 皇上与众嫔妃来给太后请安 皇后宣布 仪贵妃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众人纷纷到喜 嫔妃散去后 高贵妃对如意说 她听说玲瑰人的孩子 并非死才那么简单 而是身形有异 玲瑰人自意的消息传来 众人相继赶到了永和宫 玲瑰人已经被救了下来 贵妃提起 现在满宫传着玲瑰人 生下妖孽的传言 若是自己是玲瑰人 也会自已 皇帝安抚玲瑰人并无此事 命王亲彻查传言从何而来 走出永和宫后 高贵人对皇上说 玲瑰人生下死胎 怕是不祥 如今 一贵人也有了身孕 不如成全了玲瑰人 让他去见自己的孩子